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微臣赵匡胤 叩见娘娘 陛下 赵殿帅这么快就到京了 一路上辛苦了 臣 昨夜接到赵书 知道国事紧急不敢怠慢 连夜 赶回了京城 赵殿帅果然以国事为重 难怪大型皇帝曾说 让你担任殿前督典剑 就等于把大洲国社稷托付给了你 你当时说 有你在 就有我大洲国江山在 你说一定不会辜负陛下的重托 有谁 胆敢危及陛下 你便与他不共戴天 此乃臣 当时的新生 赵殿帅 不要尽忠报效军国呀 赵殿帅 一路上 可想出了御敌之策 微臣 与汉达两国的军队厕杀过 虽不敢轻敌 也无半点怯懦 李重进 虽善于用兵 但逆天而行 必遭天遣 请陛下 和娘娘 放心 御敌之策 臣会在临敌之定 臣奏请 明日 逝师征讨 好 好 臣奏请 幼武卫大将军高怀德任监军 沈一伦任克省使 并奏请福国公韩同将军 卫人抚卫大人 同臣一同安排跑贼事宜 准奏 臣遵旨 林香 你下去吧 是 好 官人 你看这是什么 龙袍 是啊 黄灿灿的龙袍 你怎么自己准备下这个了 那怎么 从我哥来家告诉二哥 将回朝挂帅的事情 我就知道我们赵家取代柴家的时间到了 来 穿上试试让我看吧 开什么玩笑 我才不穿 就是穿上试试嘛 那怎么 我怎么能穿龙袍呢 反正这儿又没人 过来 过来 过来呀 穿上 正好你和你二哥高矮胖瘦差不多 这要是哪儿不合适 我回头再给你改 你这一圈我看看 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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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ゴ 你这帮他 要是这辈子 你也能穿上这身仁鹏 得多好 赶紧把他放起来 别让我哥看见 我知道 你放心吧 现在二哥在何处安排答应 按照招的计策 在陈乔义 陈乔义 别傻站着了 赶紧把他收起来吧 好 启奏娘娘 王继恩有急事禀报 出了什么事 辅政大臣寒突 御史中城刘温搜 说有要事急奏 宣到崇原殿见家 是 臣叩见太后 停身 谢太后 朝中出了什么变故 刘忠成回奏太后吧 太后 臣夜不能寐 汉辽唐三国的敌兵 以及李崇敬的扬州叛军 仅以李崇敬的扬州叛军 为最猖獗之地 自当以平叛为首 若要尽忠保国 自当在菜水沿岸驻扎重兵 而赵匡印 却把大军安顿于 国都至西北的陈乔义 这难道还不蹊跷吗 臣担心 赵匡印 会反叛朝廷 什么 反叛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天哪 太后勿忧 刘丞相只是担心 其实并没有什么蛛丝马迹的依据 她是出于忠心说给下官 臣也是为了以防万一之故 随她来见太后 惊扰太后来 汉大人 刘忠诚 你二人忠心耿耿 大型皇帝在天之灵 一定会知道 那二卿以为该当如何处置赵光印 臣等已想出了极好的对策 官员 官员 不好了 出事了 怎么了 今天早上我听父亲说 刘文嫂进宫向佛太后禀告 二哥要步兵陈桥义 用背叛之心 真的 真的 佛太后要爹爹召集进军 严加防范 不好 得警官去世了 宫中一旦察觉 我们必须宪法之人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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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文四号收关件之命 给二哥送鱼酒来了 赵殿帅 太后陛下有旨 特赐殿前都监连赵光燕 没捐运 以为壮行 苍天保庙 我大军马到成功 赵殿帅 怎么不嫌 光燕 谢 太后 陛下 陛下和太后所赐的玉酒 一定是天底下最为甘烈的美酒 我二哥即将带兵出征 不能饮个紫烈的美酒 所以 小弟代言 大胆 此酒 被太后和陛下赐予赵光燕的 为赵光燕一个小小的供奉官都知 也没享受着如此的皇恩浩荡 退下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陛下赐酒 有此酒壮行 我大军必将无枉而不胜 赵殿帅 果真是对大周忠心耿耿 韩通大人 就没有什么话托刘大人代转吗 韩大人偶感封韩 不能为殿帅宿行 特命下官代为致歉 辅政大臣有恙 狂吟自当问病辞刑 殿帅 大臣遭遗 绝无生理 然天下万民 唯有德有识有智者方能拯救 请殿帅 以天下苍生为念 不要再犹如挂断了 火速做出决断 臣兄所言极是啊 当断不断 必有大乱 是指我赵黄映证 赵铺 沈亿雷 我一直说要做大事 做大事呢 难在心里 夜下 我的心里已经想通了 不谓别的 只为这个乱世 该乱到头了 二哥 你的身体没事吧 二哥的身体 并何事 小弟是担心那个酒 他的药性还 哪有什么药性 让王继恩加倍地努以寒通和朝中文武大臣的动向 是 张穷 在 走 是 二位哥哥 是不是王继恩早有谜报啊 邝义啊 你舅兄心切令人庆佩 可差点让刘文宋看出破绽来 那你们不早告诉我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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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